相对比郭富城、黎明的众多绯闻,刘德华无疑四大天王里的一股清流,不论演技还是人品,在演艺圈都是处于顶端。 虽然刘德华的绯闻相对较少,但也有年少轻狂之时,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天王,背后自然也少不了角色女子。 这些女子中,除了陪伴她半生的女人朱丽倩是她的一生挚爱,还有几人,或多或少都对她有过深刻影响。 郑秀文,在郑秀文凭电影《落花流水》摘得影后之后,主办方安排她多年好友刘德华上台为其颁奖。 作为观众眼中最佳荧幕情侣,不少人都是看着他们俩的电影长大。 刘德华也表示过郑秀文是她最棒的知己和朋友。 在得知最终获奖者是郑秀文时,刘德华祝福了每一位入围者。 却对最终获奖的郑秀文说,没什么同你讲,只想跟你说,我爱你。 或许在外人听起来很荒谬的话,却已经成为了他们相处的习惯。 这是刘德华的真情流露,也是她对好友郑秀文最好的鼓励。 两个人相伴二十多年的友谊,早就超越了爱情和亲情。 在两个人共同努力的那段时间里,刘德华和郑秀文一直是互相陪伴。 如今历经沧桑,郑秀文心愿终于达成,她也收获了无数的安慰。 唯有刘德华的这一句,我爱你胜过千言万语。 相比刘德华一路走来的功臣名,郑秀文一路爬到今天影后的这个位置,充满了心酸。 而这样的心酸,或许只有好友刘德华亲身体会过。 她陪伴着她,一同在懵懂的时光里打拼,刘德华也懂她的坚持和艰难。 也因此,没有人比刘德华更懂郑秀文获得这份嘉奖时的激动。 而郑文秀也是刘德华唯一想要越轨的女人,他们两人之间早已经超越了爱情。 在相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,刘德华和郑秀文一起合作了十部戏。 而其中有八部都在演情侣。 在他们的陪伴下,不少的观众经历了香港爱情从繁荣到衰败的整个过程。 也见证了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,这种跨越性别的友情胜过任何一段爱情。 梅艳芳,一代天后梅艳芳,是和刘德华暧昧多年的红颜知己。 刘德华说梅艳芳对自己很好,胜过女友。 方间传闻,梅艳芳暗恋刘德华,视为理想结婚对象,但刘德华一直回应说只是好朋友,相互欣赏。 朱文倩,朱丽倩也是刘德华的粉丝,也是一名幸运的粉丝。 1985年的朱丽倩才19岁,参加选美获奖后被问到理想型男友,她直言像刘德华那样的。 一语成衬,朱丽倩也成为了那个一直陪在刘德华身边的女人,让她付出一生的感情。 朱丽倩出生于马来西亚,家族背景比较显赫,从小就学习舞蹈,中学时就已经出落的婷婷玉丽,颜值身材双出众。 在《神雕侠侣》播出后,朱丽倩就已经成为了刘德华的粉丝。 后来经朋友介绍,两人进一步接触,摇得十分投缘,健身情愫。 1988年,朱丽倩背景离乡,为爱来到香港,放弃了新加坡的事业,什么选美。 什么比赛,统统不要。 再次见面,两人的感情也正式拉开帷幕。 之后的很多年里,每当记者问到感情问题,刘德华都避而不谈。 一方面是为了照顾粉丝的情绪,另一方面也是保护朱丽倩。 直到2001年12月,刘德华在接受采访时,才公开朱丽倩的身份,直言希望能够早日结婚生子。 从此朱丽倩有了刘德华女友这个身份,终于苦尽甘来,于2008年领证结婚。 在没有公开恋情的日子里,朱丽倩一直非常低调,即便没有名分,也无怨无悔,默默陪伴着刘德华。 陈玉莲,陈玉莲跟刘德华合作过电视剧《神雕侠侣》,还有多部电影。 她的气质闲静清冷,被称为永远的小龙女。 在拍剧期间,刘德华假戏真做,把自己当成杨过,爱上了姑姑,并且向陈玉莲大胆表白。 但当时陈玉莲正和周润发谈恋爱,拒绝了刘天王。 关芝林,关芝林号称湘江第一美人,刘德华曾经公开承认,关芝林是她的梦中情人,心目中的美女第一名,如果老婆,向她就发达了。 而关芝林也直接承认自己喜欢过刘德华。 关芝林和刘德华合作了十多部电影,是无可超越的首席化女郎。 钟楚红,钟楚红是八九十年代香港影坛的大美人,以健康性感,风情万种的美,被媒体评为香港第一性感美人,香港的玛丽莲梦露。 她和刘德华合作过多部电影,是八十年代香港影坛一对俊男美女的CP组合。 刘德华亲口承认,两人传过绯闻,甚至被传同居。 吴倩怜,吴倩怜和刘德华合作过《天若有情》系列,是刘天王早期的公认代表作《火遍亚洲》。 她貌不惊人,但非常耐看,是第二眼美女。 她的性格单纯温婉,符合刘德华的口味。 刘天王说,我跟吴倩怜相处非常舒服,如果要在娱乐圈选一个人做女友,我会选吴倩怜。 妙千人,妙千人是1976年香港小姐竞选的最上镜小姐,曾经和周润发、谢贤传过绯闻。 她的五官并不算美,但品味非凡,是当时的时尚达人。 刘德华人生中的第一部重要电影作品《投奔怒海》,就是和妙千人演对手戏。 面对风情万种的妙千人,她竟然紧张到手抖,可见对方的魅力。 玉可欣,或许很多人对于玉可欣这个名字定不是很熟悉。 当年的时候,她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以及好身材,吸粉无数。 虽然影视作品比较少,但名气却比刘德华还要高,作为刘德华唯一公开的女朋友。 她凭一己之力证明娱乐圈仅靠颜值和身材是可以走红的。 刘德华和玉可欣两人一见钟情,仅相识四天就去酒店进行了深入交流,相识六天刘德华就和好友高调官宣脱单。 虽然玉可欣才18岁,但在台湾已经非常火了,而刘德华还是个跑龙套的,身份的不对等,让大多数不看好这段感情。 为了这段感情,玉可欣放弃了在台湾的大好前途,只身前往香港。 在香港,玉可欣只是一个新人,因为爱情,事业并没有发展起来。 相反,回来后的刘德华因为神雕侠侣大火,名气越来越大,与玉可欣的身份完全对调。 因此,对于刘德华的影迷来讲,玉可欣根本就配不上刘德华,经常诋毁玉可欣,甚至在路上遇到了玉可欣都会上前谩骂。 令人寒心的是,刘德华对此从来没有为玉可欣公开发过声,导致影迷越来越过分。 久而久之,养人的感情产生了裂痕,最终无奈分手。 都说分手见人品,养人分手后,玉可欣的所作所为,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。 不仅频繁在媒体面前提及和刘德华的旧事,而且言辞和行为还愈发露骨。 1999年,玉可欣拍摄《私访写真》,通过香港记者送给了刘德华。 2003年,玉可欣在采访中大谈自己与刘德华的方式,用词毫不避讳。 2005年,玉可欣出版《晴海星空》,《我与刘德华》,这本书讲述了她与刘德华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, 更是露骨地赞扬了刘德华在房式上的功夫,将两人的隐私抖擞殆尽。 对此,刘德华只用了八个字进行回应,一念天堂,一念地狱。 自此,雅人彻底走向末路,玉可欣也成了刘德华最不愿提及的一个女人,仿佛那是一段耻辱的过往。 赖文慧,赖文慧也是刘德华的粉丝,赖文慧为了追星不断提升自己,立志成为刘德华的舞伴。 成为刘德华舞伴时,赖文慧才16岁,别看年龄小,业务能力都能让刘德华刮目相看。 赖文慧知道能够留在刘德华身边跳舞不容易,为了不拖后腿,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。 因为这份努力,她换来了更多和刘德华同台的机会,成为了刘德华的御用舞伴,成为了站在刘德华身边的女人。 曾经有人问赖文慧是不是爱上刘德华了?赖文慧直言,谁又不爱刘德华呢? 当然了,这份爱是理智又克制的。 赖文慧曾说过,只想和刘德华保持在一个舒适又安全的距离,是一个不会对刘德华造成压力的距离。 在舞台上,刘德华和赖文慧亲密无间,而在舞台下,他们又保持着男女之间该有的距离,互相尊重。 当然了,赖文慧也做到了,在陪伴刘德华多年的同时,也看着他娶妻,生女,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又一件大事。 多年陪伴,赖文慧和刘德华的关系早就超越了普通朋友,更像是彼此的灵魂伴侣。 同时也验证了那句话,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